17. 现代酒法的发展和特点 在这部分,我要来给大家补充一些关于酒法的发展时,以及酒法的临床应用 其中,我将着重讲酒法的临床应用 虽然扁确新书说了很多酒的功能和用法 可是现在临床使用酒法的时候,我们与以往有一些不同的做法 比如爱注或酒条跟我们身体接触的方式就多种多样 有隔岩酒、隔浆酒、隔蒜酒、隔父子临酒等 它们分别所对应的临床场景也不同 关于这些我后面都会跟大家一一说明 1. 酒法的种类 首先,我们来看看隔岩酒、隔浆酒、隔蒜酒、隔父子临酒的使用差异 序表 一隔岩酒 隔岩酒最常用到的穴位是神缺穴 神缺穴位于肚脐 用盐把肚脐铺满,再放酒立在盐上面 这就是隔岩酒 隔岩酒的特性是可治急性腹痛 慢性腹痛则用隔浆酒 除了治急性腹痛 隔岩酒还可以治疗急性腹血 拉肚子以及扇气 尤其是对治扇气 隔岩酒神缺效果很好 此外 大汗出的时候也可以使用隔岩酒 因为大汗出代表身体急需 因应没有办法被收色 所以往外流 这使用隔岩酒就可以起到回洋救腻的作用 2. 隔浆酒 隔岩酒可以治疗慢性腹痛 隔岩酒的应用比较广 在身上很多不适的地方都可以用到 我们可以切一片薄姜片 放在需要酒的地方 如果怕太热 姜片可以切厚一点 然后在姜片上放酒粒 通过艾草的灼烧产生的热力 把姜的热力带下去 隔岩酒通常用来治慢性腹痛和慢性腹泻 以及关节痛 关节僵硬等疾病 三个蒜酒和隔负子饼酒 这两种酒主要是用在有创阳、溃烂的时候 当创阳、溃烂刚开始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使用隔蒜酒 如果创阳、溃烂已经很久了 严重到没办法收口了 我们就使用隔负子饼酒 隔蒜酒除了用在创阳初期 还可以用在毒虫咬伤、肺牢、裸利 皮料的地方长硬块 以及腹中有硬块石 做法就是把大的蒜头切成薄片 放在换处 再把酒粒放在蒜片上 至于经酒不欲的创阳 我们会用到隔负子饼酒 另外 命门火虚、酒官员、汽海的时候 也可以用隔负子饼酒 隔负子饼酒就是把负子做成一块饼 放在我们要酒的地方 然后把酒粒放在上面烧 以上就是隔浆酒、隔盐酒、隔蒜酒 以及隔负子饼酒的区别 现在很多人也不隔着东西爱酒了 因为有了很好用的酒桶 可以把爱酒粒或爱酒条直接放在酒桶里面 然后开始酒 但是爱酒是配合不同的药物 是有不同的功效的 2.酒法的预防作用 扁确新书中讲了很多酒法可以对治的病症 现在我们来看看酒法在疾病预防上的作用 酒可以治大病、起沉科 同时也可以拿来预防疾病 当人们还没病时就可以用酒法保健 以下我们就举几个常用的例子 1.预防中风 有些人是以中风的体质 可能心血管比较不好 或是有三高 要预防中风 我们一般会酒足三里和玄中学 足三里是未经的学位 玄中是胆经的学位 但是这两个都是在阳经上、脚上的学位 这两个学位就是预防中风长久的学位 也就是我们说的预防性治疗的学位 2.预防感冒 在流感季节 比如秋冬之际 很多人会感染病毒从而导致感冒 所以我们可以提前用酒法来预防 大家都知道感冒是由病毒引起的 预防感冒首先要抵抗病毒 所以我们要增强自身免疫力 而酒足三里和丰门学这两个学位 可以达到预防感冒的目的 这两个学也是我们在预防治疗上面常会用到的学位 3.酒法的禁忌症 接下来再跟大家谈一谈酒法里面的几个禁忌症 在扁确新书里面稍微提到一些 我把它们再做整理 并配合现在临床上最常见的禁忌症 一起给大家讲一下 一时症、热症非常严重 如果患者本身已经在发高热了 这时候要久的话 就得先解决发热的问题 有人说 可不可以用热来可热 这个必须先判断是不是真寒加热 如果是才可以用酒法 如果真的是食热 直接爱酒就会出问题 比方说遇到阳明腐蚀症 出现身大热 口大渴 汗大出 卖宏大的现象时 还给他爱酒 就会更热了 至于伤热下寒 这是属于真寒加热的情况 是可以酒的 二 颜面五官 以及血管 心脏位置 这些比较危险的地方不要酒了 如果真的要在颜面五官处做酒法 至少要透过一支针来酒 我们可以先在颜面五官处扎针 再在针上面点艾草 但是有一点大家要注意 在有大血管的地方 特别是心脏处 是万万不可用酒法的 大家爱酒时一定要避开这些地方 此外 人营 精明 精渠 乳中 雅门 丰府这几个穴位 最好都不要做酒法 这是很危险的 三 孕妇的腰底部 因为孕妇的包公正在孕育宝宝 所以这个部位也不能酒 孕妇的手上和脚上是可以酒的 腰底部切记不要酒 四 感热症 感冒之后发高烧 这种情况先不要酒了 以上四种情况就是常见的酒法禁忌症 本书的妇怒已经把临床上 最常用的穴位列出来了 当然大多数穴位斗菜先生都已经讲到了 对于一些斗菜先生未讲到的穴位 我们也一并整理出来 另外 我们也收集了近代大师用于解决某些问题的特定穴 我们还把一些治疗效果显著的酒法整理起来 分成心 肝 脾 肺 肾 腹 腹 蚝 蚝 蚝皮肤 蚝 神志 科这几个方面 大家可在本书的附录中查找并参考 我们对整个扁确新书中的酒法已经做了非常清楚的说明 包括书中没有的部分我们也做了补充 接下来就是大家到临床上去一一验证的时候了 穴位玄中 位置小腿外侧部 外怀肩上三寸肥骨前缘凹陷处 或定于肥骨后缘与肥骨肠短肌之间凹陷处 针灸甲以经 在足外怀上三寸动者脉中足三阳落 暗制阳明脉绝乃许之 针灸大成 许墨尖骨者是寻经考学边 虚细揣摩掘骨尖如前三分二高寸许是阳辅 掘骨尖尖金骨封中是玄中与三阴交对 方法直刺0.5到1寸 爱柱九三到五状 爱调温九十到十五分钟 穴位封门 位置在背部 当第二胸椎急吐下 旁开1.5寸 方法斜刺0.5到0.8寸 穴位人影 位置颈部截喉旁 胸锁乳涂肌前缘 颈总动脉搏动处 当截喉旁1.5寸 灵书寒热病 在阴京之前 针灸甲以经 在颈大脉动应手 侠截喉 素问阴阳类论亡冰柱 截喉两磅 一寸五分 方法取养卧位 缓慢进针 直刺0.3到0.5寸 不可刺破洞 静脉 不留针 不依取作为针刺或刺激过强 禁用直接酒 穴位精明 位置在面部 墓内自脚烧上方凹陷处 方法主患者闭目 一者左手轻推眼球向外侧固定 左手缓慢进针 仅靠矿原直刺0.5到1寸 不粘转 不提差 或止轻微的粘转和提差 出针后按压针孔片刻 以防出血 本学禁酒 穴位精渠 位置前臂掌面饶侧 腕横纹上一寸 饶骨筋铺与饶动脉之间凹陷处 方法避开血管直刺0.3到0.5寸 不要伤机饶动 静脉 禁用直接酒 以免损伤饶动 静脉 穴位乳中 位置胸部 乳头正中 男子约当B4类间隙或第5类上缘 距前正中线4寸处 针灸甲已经 乳中 禁不可刺酒 针方6级 当乳头 方法一般禁刺 禁酒 穴位雅门 位置在相簿 当后发迹正中直上0.5寸 第一颈椎下 方法浮按正座位 是头位前倾 相机放松 向下和方向缓慢 刺乳0.5到1寸 穴位丰腐 位置在相簿 当后发迹正中直上1寸 枕外龙突直下 两侧斜方肌之间凹陷处 方法浮按正座位 使头位前倾 相机放松 向下和方向缓慢 刺乳0.5到1寸 枕间不可向上 以免刺入枕骨大孔 勿伤眼髓 by bwd6 子打扎